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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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晚安 不好意思下雨天 然後讓大家排隊排著很久 終於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欣賞祖星的音樂會 歡迎大家來到 中祖星故事說唱會 我是這本書的書版人 鱷魚文化的發行人我叫夜山 今天晚上會有我 為各位主持 在先開始之前呢 我想先謝謝祖星 以及在場的莊爸爸莊媽媽 謝謝他們把這麼好 怎麼會說故事的作者 帶給我們讓我們可以有這麼好的書 可以閱讀 那天莊媽媽見到我就說 恭喜你們 我就說 不會我也恭喜我們 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遇到這麼好的作者 那再來也謝謝台大藝文中心 給我們雅宋方小教堂 這麼好的場地 這也是以前我打工的地方 我今天很開心可以把我自己的作者 帶回這個場地 舉辦這麼好的節目 再來謝謝在場的各位讀者 各位聽眾 因為你們在這樣的時代 還願意好好的閱讀這本書 就給我們這樣的出版 從業人員莫大的鼓勵 我們在艱困的時代 還是會努力輸好書 也請大家繼續行動支持好作者 就是莊組心 讓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看到他們三本書出版 在一切開始之前呢 我想要先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去年六月我們出版了這本 拉德福森林的藝術家 這是莊組心的第一本書 坦白說莊組心非常的搶手 那時候有很多的出版社都爭相的跟他說 欸可不可以跟我們合作啊讓我們出版 可是後來我們的編輯很厲害 還讓祖心覺得說他跟我們的氣味相扣 我們就搶到了他的書 這本書呢 其實我們在取書名的時候 我們很苦惱 因為了解他的讀者應該都知道 祖心他唱的詩很結束的畫家 他是生樂家 他做起菜來 完全不輸一般外面的專業廚師 更不用說他的文理還有收入式的能力 所以呢我們在想說 到底要叫拉德福森林裡面的什麼 我們覺得很難用一個名詞去定義他 所以最後只好很勉強的用了 藝術家這三個字 副書名叫德國22年的文化有炭調 22年是去年 今年應該23年了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這本書的序 就是祖心的妹妹 庄祖李懈 就知道他當年是為了愛情 就是為了他現在的老公 然後不顧一切的駕到德國森林裡面 就是封面這個照片 拉德福森林 一住就是22年 成為一個愛情的俘虜 所以這本書基本上就是祖心在22年德國生活裡面呢 整理他的一些生活心得以及文化上面差異的比較啊 以及有趣的小細節 祖心剛嫁過去的時候呢 呃 他回去 他面沒阻力 再去你說的 他成為一個沒有歷史坐標的亞洲人 沒有人認識他 他的身分只是一個外籍新娘 可是大家要知道祖心他不是生有的人 他的才華終究不會被掩蒙了 十幾二十年的時間過去 他讓所有人看到他的才華 他教 而且他還進行了一場文化商大反攻 他教他德國人用毛筆寫春蓮 用筷子吃遠桌而在 甚至還用台灣式的電風扇 就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他會發現天哪 這個亞洲小島竟然有電風扇這種東西 所以他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他還獲選為 最具那個小鎮代表的藝術家 他代表全那個德國的小鎮去彩繪之旅子 甚至還上報 那他出了去年那本書之後呢 德國的山間城報 就報告他拿著這本書 標題下的是說 畫家聲樂家竟然還是作家 這就是我們認識的福星 那第一本書其實反應非常好 那我們今年四月就忽不忌待出了第二本書 叫《Lother of Sending》的《異童話》 這本書的前半部呢 延續第一本書《幽默 風趣 威脅的口吻》 去描述一些他在文化上所見的 異童與比較 後半部呢就是我們這個書名的由來 異童話 什麼是異童話呢 其實這本書的後半部 主星展現的一個面向是 我覺得他又把他會說故事的這種能力 更往前推進 推得更淋漓盡致 然後更讓主者驚豔 他用一種魔幻寫實 就是已經脫離寫實 完全寫實的方式去描寫他在森林裡面 遇見了一些有趣的人 然後他交的朋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一童話故事 來 使我快樂了 作業員克里斯多夫的故事 說明書作業員克里斯多夫 都似乎有點猶豫 不太愛說話 他動的腦筋總是 電源接板 方程式和指令的說明 他的工作是把極其複雜的電源裝置 安裝步驟 額外配置等等 以平驗圖加以符號 用最精簡的文字說明清楚 以便電工技師暗部就班的安裝 他寫的雖然不是什麼小說詩詞啊 他的作品 卻總是被翻譯成世界上三十多種文字 因為海內外的五星級酒店 會議大廳 摩登室內裝潢都爭先搶購 德國奇拉電機的前衛插座 三十多個國家的電工技師 都得看懂他著作的安裝說明書 你看公司的研發部門 有什麼前瞻性的推出 功能越來越多啊 相容性越來越複雜 克里斯多夫就又有工作做囉 克里斯多夫的文章作品 常常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總之就是看了半天還是搞我老大集告訴什麼啦 就是也不知道要注意什麼 至於對於文字得心一手的運用嗎 就太深奧了 外行人實在不會欣賞 克里斯多夫這個人呢 他總是獨來獨往 也相信自己喜歡獨來獨往的生活 偶爾被同事拖去參加派對 他就安靜沉默的在一旁角落喝著啤酒 叫他來跳跳舞啊 打打屁啊 他只是微笑揮揮手 久而久之 同事就世上不再找他了 唯一每天對他耐心誠懇說話的女性 就是車上的自動導航系統的女生 有一次克里斯多夫發現公司的總機女生聲音患 變得柔和不疾不虛 甚至有一點像是他車上導航系統的聲音 他聽得非常入泥 原來啊這個總機小姐是公司辛勤的 他叫克里斯丁 他總是微笑滿面的坐在公司大門門口的櫃台後 把公司的櫃台搭電得很漂亮插上鮮花 還用音響放出古典音樂 克里斯多夫走向前問說 不好意思 你在後客室裡的弦樂很特別 你現在播放的這是什麼 這是舒伯特的帳低大叫鳳鳴曲啊 真高興你也喜歡 從此以後 克里斯多夫的身上 除了導航系統的女生聲音之外 多了舒伯特的音樂喔 他聽著聽著寫出來的句子 就比較人性化了 把一碗簡短的警告注意改變了 比如說 又或者是說 可惜的是 那些硬邦邦的安裝人員看著一頭污水 一面安裝一面罵 什麼跟什麼罵 一把被廢話 因為克里斯多夫 因為克里斯丁 克里斯多夫 他願意參加公司辦的郊遊喔 但是他還是不愛說話 同事在旁邊聊天的時候 他獨自的坐著 他開始拿大家的啤酒杯墊 一片一片的堆疊起來 一層又一層的往上搭 非常的小心 讓每一片杯墊的受力均肯 才不會垮下來 他看似專心的堆疊直杯墊 其實 他的耳朵正在專心聽著後面的聲音 一位女同事正在分享他的檸檬蛋塔食物 這位女同事的聲音那麼清晰好聽 奶油的味之緩緩融化了 檸檬皮鞋似乎就在眼前散發陣陣的清香 克里斯多夫頭都不用回 他把後紙杯墊穩穩的疊成了完美的金字塔 他知道後面這個女生的聲音 就是他心儀的克里斯丁 克里斯多夫天天聽舒伯特 有一回他在樹林間聽到了扭鈴聲 他立刻辨識出來是夜音的聲音 他下一秒又立刻詐異的說 我怎麼會辨識夜音的提轉聲啊 因為 因為這真是舒伯特小夜曲 舒伯特並沒有用音樂虛構清淨 只是用和弦描述了實際 夜音的傾訴完全就是小夜曲的前奏 剪奏和尾聲 那天下午 克里斯多夫的腦海裡 一直浮現了一個句子 他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從來沒有寫過這種句子啊 也不記得是從哪聽來的 但是這句子直奧地浮現在腦海裡 配合著鋼琴聲 配合著鋼琴聲 一再一再的 還有 鋼琴聲 酷 馬下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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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童星 所以 這個是在講愛情嗎 對這個歌詞 對這首歌是在講愛她的思念 她的心痛 還有不敢她想要傾訴 還有不敢去跟她講 甚至跟這個說明書作業人 她會寫這種說明書的 很乾涉的言語 她不會說這種傾訴啊心痛啊這種話 她怎麼想起來 因為她每天都在聽這個蘇格特的CD 其實她不知道原來這個CD的 最負面的首歌就是小夜行 所以當她聽到夜音的時候 原來就是夜音的聲音 我很喜歡這篇文章 可是你知道我讀到後面我才突然明白說 妳好像克里斯多夫是愛上克里斯丁 因為妳從頭到尾沒有寫愛情那樣的 讓大家都是感受 對然後我就身為讀者我覺得 有沒有人像我一樣膚淺想問一個問題 是說克里斯多夫有沒有跟克里斯丁在一起啊 這個想打還是讓自己去想 不想 讓自己去想 好啦我們知道童星是愛情的專家 是嗎 因為就這本書《裝媽媽的事》 還有上一本書就是 《祖儀的事》裡面都有提到愛情的俘虜 對就是二十二年前 因為義無反顧地愛上了某個人 然後就駕進森林林 好開心喔 對於愛情的俘虜這個詞 我要做一個澄清喔 為什麼會跑出來愛情的俘虜這個詞 因為在一兩個月前的一個軍會上面 因為最近德國的奈米朝的事情 大家都在討論 那在那個軍會上也有一些奈米 也有社工工作人員 那麼就有人不知道 因為我看起來很像我的俘虜 那請問你也是奈米嗎 就問我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我不是奈米 但是如果嚴格的說 也可以說我是 其實我是愛情的俘虜啦 所以在這邊 但是呢怎麼說呢 然後在這個俘虜營裡面 也已經二十二、二十三年了 然後火石啊 代曆都還不錯 也是沒什麼好報 那 對 再講這個俘虜的 那至於說 大家都這麼說 當年 二十二年前 二十三年前 莊主欣賞就這樣俘虜過去了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其實我們都是 非常的冷靜的在思考 當時一次馬上就被俘虜過去了 當我們決定要俘虜的時候 不是只有他俘虜我 我也俘虜他 我們是互相俘虜 非常平等 我們知道這個就是 跟他相互俘虜的這個人 如果就是 祖星的讀者 有很認真的看書的話 就是 這個男主角叫 安德烈 那 安德烈跟祖星的生活 其實很精彩 那我讀這個書 我讀這個書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精彩的 有點跟平凡人不太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森林好像有魔法 對不對 就是 你們上次去一個海島度假的時候 好像安德烈還遇到一隻 會講話的武功 真的嗎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這個故事 真的 馬黑島大 等一下 我們講一下 等一下 這個 這一頁在哪裏 你要幫我唸一下這個故事嗎 馬黑島大 這個 這個 OK 好 我們前面看 OK 這不是我們不全的唸 就是這個前面 他怎麼碰到我們功德 嗯 昨天晚上 安德烈把汗濕的運動山褲脫下來 晾在浴缸邊 他想 明天早上起來 直接去健身房再穿一次吧 反正又要出汗 健完身再搓洗 老師 心地知道了 這裡面 這個是心地 不是生地 要是心地知道了 一定會喬著 為他馬上洗的 他說出來度假 皮箱裡裝不了那麼多衣服 帶一套運動山褲就好了 髒了 馬上用手脫洗嗎 我是安德烈不停 汗是短褲 他在那兒 潮濕嫩熱的夜裡 蒸發的臭汗 這味道 對窗外的蟲蟻調售 可有說不出的吸引力啊 這裡是賽什爾的馬西島 不是 寒冷的德國森林 安德烈一早起來 套上運動短褲頭 要去運動了 感覺到什麼東西 涅涅如褲的卡在臀部 把手伸去鋪那個褲頭拉一拉 忽然從胯間疊出來 一根十公分長 拇指般粗大 身棕色油亮的大蜈蚣 安德烈大驚 這畜生怎麼跑到我的褲蕩裡去了 實在叫人想毛起來 實在叫人毛起來一根雞皮疙瘩 拿了拖鞋就要去打 蜈蚣在安德烈的汗路裡 吸引了一整夜 好像吸食了大螞蟻一般 欲生欲死 渾身使不出一點拔 四十隻腿來跑 等力氣 他以哀怨的眼神回看安德烈 居然開口說話了 別傷我 鄉人好人 我會報答你的 後來就真的沒有殺這隻蜈蚣 他就把他丟到窗外 他就不以為意想說 一隻蜈蚣要怎麼報答我啊 安德烈就帶著兩個大男生 父子三人就去潛水 Cindy一個人決定留在島上做SPA 或跟他們去潛水了 潛水前了一天 享受了一整天的海風跟陽光之後 他們決定返程 想說媽媽可能開始擔心了 她一個人在島上不知道怎麼過的 所以他們就搭著小船準備返航 這小船呢也不太尋常 它是七成油亮深棕色的木船 其實頗長的 船中的橫木板凳 把船一截一截分成一截一截的 這個時候呢 船家已經天色晚的時候呢 他皮膚有點幼黑 看得出來是當地的人 他穿著縮衣陡紅 黑暗中只看見他雙眼炯炯有神 低沉的聲音說 歡迎搭乘水魚公號 坐好抓緊喔 現在退潮 海浪不會把我們推往沙灘 風又大 只能靠我使進滑 只怕水路不停 我們 igene 還倒壞獎記裏的海洋 看了煌 Quebec 河老壬細iment的霧野 破了海撒的星星也不想 趕望審知出聖電說光 万条彩虾 最终的夕阳 四季下诗 未必最终的灭灭 随着交界的月亮出现时 成为一天迷人的夜景 我已到海上 爱到海上 爱是人开门 爱是人开门 我已到海上 爱到海上 爱是人开门 爱是人开门 我已到海上 爱是人开门 爱是人开门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参加那时候 我妈妈盖的歌组合唱唱歌 最早的唱歌搭档是我这次 她现在是快闪的当家花旦歌角 现在是最好的唱歌 好 接下来 我想听后半部 后半部的故事 这个三个男生就在这个水湖公草 晃呀晃呀晃呀 两个男生都已经悠悠地睡去了 醒来的时候 安德烈发现 她在德国家中心底的壁弯里 我都讲了好 壁弯里 我觉得很奇怪 奇怪 我这怎么搞的啊 结果心底这时候就闪动 闪动那个长长的睫毛 跟她说 你看你看 我心直的睫毛很漂亮 这个好像 因为之前那一段我没有念 那一段骨工她把它放在拖鞋上面 仔细地看她骨工的睫毛好长 心底跟她说 你看我精致的睫毛都很漂亮 然后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在新香里找到的一个新风 好消息好消息 那是什么东西 安德烈还觉得她还在晕船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是什么样 这个是我又配卖CathyGo 上个月又买SPA疗程 就三千块欧元而已 然后呢 我就参加了那个酬兵 大阵角就得到头奖 头奖就是要到赛什尔的马黑岛 包吃包吃一个礼拜喔 安德烈还是觉得头好看 很好看 所以我心底就跟她说 你赶快起来啦 你看我新买的这个长桶靴上面 全部都是虚虚 这个骨工身上的虚虚好像很像 你看这个虚虚头不好看嘛 安德烈觉得头好看喔 还说好像很好看 用拖鞋拍了一下心里微翘的屁股 听你说乡人好人不要打我啦 我们一起去塞泉尔马黑岛度假在那 我会暴打你的 一集第一次偷情的时候 十四岁 嗯 词曲 听歌 对 在全世界的光 全世界 失敗了 我的喉嚨口 失敗了 我的喉嚨口 失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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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